大家好,我是零零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自己生活在水里 要怎么解决性这件事 而且没有手的话 鱼就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它们不但要时刻提防捕食者 还要快速有效地完成繁衍这项任务 于是鱼的性别和繁殖方式都极具想象力 并不只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雌性排卵 雄性在上面撒一把精子 这样单一的方式 首先是性别的灵活性 大多数鱼类的性别都是分雌鱼和雄鱼 也就是雌雄一体 而有一些鱼是雌雄同体 也就是能同时产生精子和卵子 它们大多生活在深海 光线都没有 怎么找 而另外一种情况会特殊一点 就是变性 也可以说是顺序性雌雄同体 有这种特性的鱼会在特定的刺激下 转变性别 例如小丑鱼 它们是群居鱼 在一群小丑鱼当中 体型最大的那只是雌性 第二大的是雄性 只有这两条鱼能够繁殖 其余的都是未分化性别的小鱼 既然我打不过你 我就等着成为你 当这条体型最大的雌鱼死去 那这个体型第二大的雄鱼 就会转变成雌鱼 而在那些小鱼当中 体型最大的那只 会取代原来的雄鱼 也有雌鱼变成雄鱼的例子 一般会发生在一夫多妻的鱼类 例如红鱼鱼 当群体当中文艺的那条雄鱼不在了 鱼群中最强壮的那条雌鱼 就会变成雄鱼 取代原来的丈夫 突然觉得这副烦人的身体 索然无味 大家觉得鱼在繁殖方式上 有这样一种性别转换的技能 有什么优势呢 它会繁殖效率更高 还是会质量更好 其实以上的两个例子 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 体型 只有体型最大的那两只才能繁殖 只有体型最大的雌鱼或者雄鱼 才需要变性 所以科学家对这件事情 有几种解释 大家可以听听看 第一个就是环境压力 有四分之一生活在珊瑚礁的鱼 有这种变性的习性 例如珊瑚虾鱼鱼 是生活在珊瑚礁内部的缝隙当中 由于会有被劣势的风险 它们很少会在孤立的珊瑚群之间移动 简单来说就是宅 那么只要周围遇到了同类 就算是同性 来都来了 总不能扫了性质 而像小褚鱼这样一夫一妻 外加流动替补的模式 等于就是一直让最强壮的那两条鱼 在繁殖 而对于个体来说 能变性意味着 它能够有双重繁殖的机会 在身体较小的时候 以雌性开始繁殖 因为反正体型小的雄性 它也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而当身体变大之后 再转变成雄性 去与多个雌性繁殖 这样能提高它一生当中的繁殖成功率 也就是效益最大化 我觉得主要还是和环境限制有关吧 因为如果是鱼群数量很多的话 还是那种喷洒式的可能比较高效 大家也可以想想 这种方式还有什么其他优势 除了性别之外 鱼的性行为也极具想象力 假装高潮是一种欺骗手段 灵长目动物会有 原因当然可以有很多 麻烦快一点 我赶时间 雌性贺尊就会假装高潮 它会在沙子里挖一个坑 作为巢穴 然后在发情的雄鱼面前一阵抖动身体 做排卵动作 一般附近的雄鱼就会过来喷洒精子 但是有时候雌鱼会做假动作 雄鱼就虚晃一枪 雌性贺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 有一种猜测是 可能雌鱼是在测试雄鱼的活力 或者打算引来其他更好的雄鱼来受精 让自己的卵子由不同的雄鱼来受精 可以提高卵子被质量最佳的雄性受精的可能性 还有一种鱼类的受精方式非常的重口 就是要用嘴吸 雌性冰年会把嘴贴到雄鱼生殖孔附近 吸入金叶 金叶会通过消化道 排在腹齐中间一团30克左右的卵上 很神奇的就是金叶居然通过消化道之后 还能完好无损 而有的雌性绿鱼是 把卵含在嘴里 再去吸入雄性的精子 在嘴里面完成受精 还有的鱼是把这个过程放在别人的嘴里的 庞皮鱼的防殖方式就很特别 它们需要跟合棒合作才能够生育后代 在繁殖季 庞皮鱼会找一个大小合适的合棒 雌性庞皮鱼会伸出自己的产卵管 插入合棒的入水孔中 把卵产在合棒的外套腔里 接着雄性庞皮鱼就会在附近射精 这样受精卵就能够在棒壳内安全地发育了 庞皮鱼跟合棒感觉像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吧 因为合棒的产卵期刚好与庞皮鱼相同 在庞皮鱼进行产卵活动的时候 合棒也会把受精卵撒在它们的身上 这些受精卵会跟着鱼去新的地方 这些方式虽然有点清奇 但还不至于诡异 安康鱼就是最极端的例子 雌性安康鱼要比雄性大数十倍甚至百倍 它们是一种异性寄生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生活在深海 能遇到雌性安康鱼的几率太低 所以雄性安康鱼就没有打算给自己留后路 我做的最大努力就是为了不用努力 一旦它闻到了雌性的气息 就会上去养住它 它的脸会开始融进雌性的身体里 两条鱼的组织血管会逐渐相通 用雌性的血液供给维生 我养你啊 这一咬 雄鱼就真的可以不用努力了 代价就是 雄鱼的身体器官除了经潮之外 会逐渐消失 也就是说雄性从找到雌性的那一刻起 它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金囊 而且一条雌性上可以寄生多个雄性 鱼在繁殖这件事情上真的是 没有爱情的话 真是可以为所欲为呢 了解鱼类的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关系到生态 只有了解它们的性和生殖习惯 才能知道它能不能人工养殖 还能不能补捞 例如我在养蛮鱼那期提到过 由于它特殊的生产周期和回游的习性 至今人类只能做到养殖 还做不到大量的繁育它 有意思就是鱼有这样高效 多样的繁殖方式 但是并没有一个 能够跑赢人类的疯狂捕捞 可能它们保命的唯一方法 就是变得难吃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那种话 求关注 求点赞 求转发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次再见 bye